现在我们的评审团 已经把票投完了 下面我们有请 吉隆坡评审张栋梁 投出他这关键的三票 我会把我的三颗糖果票数 投给 雪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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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雪芹 刚那个复刻程度的那个 大大大也是觉得非常的可爱 完成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今天把我的票数 投给雪芹 谢谢 祝贺雪芹 谢谢栋梁哥 好 那么大东的这三票 投给谁 我们听听看 星星那一派呢 这甜意爆棚了 这不投都不行 谢谢 你好棒棒 谢谢大东 谢谢 我们另外还有一位 我们现场的 有投票权的就是我们的 头号甜心 心灵 是 好 你这三票要投给谁 我觉得星星呢 因为她本来就很甜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本来就在她身上的 然后小唐一直说自己不甜 其实他的样子长得很甜 个性大烈烈的 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甜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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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 因为从一出来的时候 雪芹的表情都有一点 好像不自在啊 然后好像有一点尴尬 还是有点什么 可是我在这里要鼓励你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开心的舞台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 潜心的小花花送给你 我要鼓励你 你做得非常好 谢谢 谢谢姐 谢谢姐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宣布环节 看看到底我们本次第二届的 头号甜心花落十佳 也谢谢栋梁 谢谢大东 好 谢谢 谢谢姐姐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二届好六阶 头号甜心选拔大赛的宣布典礼 经过了一整天的比赛 最后我宣布 第二届好六阶 头号甜心的获奖者是 赵小桃 太多 余淑西 李雪庆 这么多 没有三个人 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头号甜心 当然我们通过今天的比赛 三个女生都有不同的特色 对 都是甜心 对 像小桃她的勇敢果爵 像欣欣的甜美温柔 像雪晴的知性和勇敢 我觉得其实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不同甜心的诠释 而最后在所有的环节结束之后 我们的李雪晴以二十八颗糖的优势 成为我们今天加冕仪式的我们的主角 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四位支持他们的男孩来为我们来送上我们的寿袋 来 进步 走 四号站 大哥 你给心灵 心灵给他带 你没看我在这里等待很久了吗 你没看我在这里等待很久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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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老秦送上的是头冠 弟弟送上了披风 别找两个 最后是鲜花手带 谢谢 谢谢 有请好六阶头号甜心代表 李雪晴 登上属于自己的宝座 她的眼睛像星星 她的微笑惹人迷 她是东北黑土地郁郁的小甜心 没错 她就是好六阶头号甜心 选拔冠军代表李雪晴 祝贺雪晴 这个水片 好 我们来听听看我们雪晴有什么感言 我觉得 做自己的好好说话 我觉得那个欣欣和小唐今天都非常的华丽 但我胜在了滑稽 你还是美丽的好吧 谢谢 感谢心灵姐把这个宝座代表的资格给到我 是 我还是以后做自己吧 哈哈哈 哈哈哈